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枫啊 我们也不盼着你能变多强 一定要小心啊 周会长说 精神念试的伤亡率很低 你们就放心吧 阿华 我不在家 你照顾好爸妈 知道了 哥 我肯定把爸妈照顾得妥妥当当 等你回来 等我回来 兄弟 该走了 我是拓跋岩 来自京都纪迪士 我是罗峰 关注 关注 此次试炼 伤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二 你们中若有反悔的 可以现在说 很好 姚柔 进来 这位是 管主的亲卫 他就是管主的三大亲卫之一 妖嬌 是个混血的绝世美人 尤其是那双眼睛 真是无愧于妖嬌的称号 等会儿就由妖嬌 带你们前往九号古文明遗迹 这次我们前往九号古文明遗迹 地处阿玛宗丛林深处 属于古文明遗迹中 危险程度较低的一个 妖嬌长老 那危险程度更高的古文明遗迹 有哪些 有 比如一号古文明遗迹 地处百慕大海 越海底深处 虽说是我们地球上最早发现的 古文明遗迹 古文明遗迹 但再厉害的钢手金群 也会起刻灰飞烟灭 至今没人能活着出去 除了他那银白色金字塔 形状的外观 里面究竟是什么 无人知晓 好 看来这些古文明遗迹 都埋藏着很多秘密 越是危险的 收获也往往更多 而九号遗迹的历练 就是一个开始 眼下 你们还无需惦记其他遗迹 先回归正题 九号古文明遗迹 是古代的一种 选拔性质的遗迹 进去后 武者一般会沿着 A型号通道 进入遗迹深处 而精神念师 会被安排沿着 B型号通道进入 精神念师和武者的待遇 不一样 进入遗迹后 美人的遭遇各不相同 难度也不一 成功者可得到奖励 除了黑神套装 还会提供不同程度的额外角度 但要是失败了 可是非死即残呢 啊 口令 九号遗迹 别紧张 这是九号古文明遗迹 语言文字的翻译软件 早期有战神因为不懂文字 在余季妹待上西的多月才出来 听懂语言文字 能让你事半功非 对 啊 oui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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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工作人员敬礼 开启入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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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镜子 那其实不是镜子 是九号古文明遗迹的入口 一旦进去 便无法再试炼结束前出来 出发之前 我还有句话要问你们 你们知道 我们的全球总部 是由真正的星际飞船改造而成吗 星际飞船 即便它已经损坏 防御能力也远非地球建筑可比 此外 此外 地球上还存在着多处难以踏足的古文明遗迹 你们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曾有更强大的文明来过地球 在小小的地球尚且有文明遗迹难以涉足 那放眼整个宇宙 又有多少体量庞大的文明 虚实难测 以宇宙的标志衡量 我们所谓的战士战将战神的框架体系 仅为人类武者的初级阶段而已 哪怕被誉为地球第一强者的我 面对星空浩瀚也不过是一粒微尘 连馆主都自比为微尘 想见是更为广阔的世界吗 那就突破生命极限 先成为地球上的巅峰强者 保持一股舍我其谁 无人能阻的斗志 兄弟 祝你好运 你也是 你也是 他父亲 你也是 来吧 不愧是古文明一记 看上去如梦思幻 其他人呢 这事 请进入A型通道 原来如此 这就是一记古老语言 彩光照着我这么长时间 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声音 应该是一记古老语言 得查一下翻译软件 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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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 能够赐予进入这一件件黑神套装的古文明一记 果然不好对付 但这些睡觉手术在捆住我以后没有进一步动作应该没有杀我的意思 我明显不够赢了 不如你 我幻青 也不够赢了 我幻青 不仅不够赢了 大学 不是 第一次开启 不是说整个遗迹只有AB两种信号的通道吗 怎么冒出来一个精英通道 而且 语音当中提到的脑欲扩度是什么 听起来 我似乎达到了某个赫格线 号战五千年来第一次开启的精英通道 究竟会有什么呢 请进入精英通道 中文方摩 overlap 第二次开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九条之后又九条 很容易迷失方向 十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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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轻声念力没有用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力超过三百万攻击的冲击力作用在一处 竟然一点裂痕都没有 这房子到底什么才知 精英玄徒罗锋 你的死亡考核任务正式启动了 密室墙上刻有精神念师之掌控师的密传基础三百一师二师 学习它 你将有机会破开密室 这就是基础三百一师二师吗 那掌控师又是什么 死亡考核任务要求 三年内破开密室 期间 你会得到基础生存资料的供应 如果三年内没能破开密室 即为失败 失败即死亡 这考核居然需要三年时间 可无怪三个月后就会判定无法走出一击的人死亡 如果我长期困在这儿 都是我的家人朋友 还有许显 都会认为我死了 可恶 如果我三年不在家 根本猜不到家里会发生生事 我必须在三个月内破开密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吧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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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未曾把控制六把飞刀进不到七趴 这次五天就突破了 找这个速到三个月 我能修炼到什么程度 dan看起来 能修炼到一个缘子 还会被迫 让他继续 让他不管 让他继续 让他走 就去 吃 不 让他继续 让他聪续 三个月时间已到 还有四位战神没有出来 欢迎回来 破霸人战神 罗峰 关主 没想到啊 我没想到 这次有三个没出来 通知他们的亲人 他们的死讯 罗峰例外 通知罗峰的亲人 罗峰可能死亡 还未确认 可关主 已经三个月了 这是使用翻译软件以来 战神们所能接受考核的极限时间了 我依旧无法相信 罗峰会栽在危险程度较低的九号古文明一级内 稚 У Cartner 不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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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担心 畔首 不担心 嵢 metres 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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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里一直慌得很 哎 你就放心吧 我们儿子那可是绝世高手 杀怪兽跟看瓜切菜一样 上次东南郡区司令 还来咱家道谢呢 说不定小枫回来了 周会长 是周会长和诸葛诸葛的 赶紧进来 骆先生 龚夫人 我们今天来是通知二位一个消息 罗峰监察室根据武馆搜救程序 怀疑他已经 牺牲了 什么 走 公夫人 公夫人 周会长 不可能的 我家小福不可能有事 两位 只是怀疑 还未确认 对 只是怀疑 没事的 小枫会回来的 周会长 你们好 发生什么事了